一早跟着农民来到中疗乡和新村 会同县议员廖子佑以及相关单位到此会刊 农民指着土地述说着前阵子的大雨所冲刷的农地 让他辛苦所在种的农作物付诸流水 在相关单位会刊后 也在现场跟农民解释施工所需要的过程 让农民可以不用再担心大雨危及到他的土地及农作物 农民也非常感谢村长的用心 大雨不止危及农地也危及了农民出入的道路 来不及宣洩的大水把夹杂在水中的泥沙冲刷到道路上 使出入的民众都要越过土堆才能进出 在现议员廖子佑的帮助下 让农民所属的土地及农作物不再遭受天灾的破坏 特别来请到我们水部局和测试公司 来看到我们中央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我们压缺 在农民因为压缺 因为当期都给水的冲刷 狗人都已经掏空很严重 所以特别也拜托我们蔡培贵立委这边 给我们政策今天来测试已经经费都下来了 也希望可以给我们地方的农民关心他们的政策 和保护他们的土地 会堪同时也有相关单位到此量测 议员也说到进几会开始施工 让农民所期望的保障也有了安定的心 也不用再为了担忧农地及作物而食不下宴 记者李永胜中疗采访报导 记者李永胜中疗采访报导